大家好,我是 Ray Ma Mate 9 終於在英國上市,我們可以做Mate 9 Pro 和Mate 9 深入比拼 開始評測前,我們看到Mate 9 上帶了原生跟機送的保護殼 因為這樣才變得穩重、低調、質感豐富一點 Mate 9 本身的設計的確是比較國產的感覺 就是常見的三段式設計,工藝沒有特別大的挑剔 雙鏡頭設計都跟Mate 9 Pro 一樣,是比較成熟、低調和似單鏡頭的感覺 但頂部和底部的天線部分居然有色差問題 這部都是頂級的旗艦定位 正面的設計比 Pro 更簡單、簡潔 以及 5.9 吋超大屏幕,感覺是一大片玻璃面板 以及一打開屏幕看到,Mate 9 的屏佔比真的要賺 非常薄的邊框 還有邊緣的 2.5D 弧形處理 雖然玻璃面板和金屬機身之間仍然有膠邊貼合 但整體一體感和 Pro 沒有差太多 當然雙曲面的螢幕,科技感Mate 9 Pro 比較好 背面設計Mate 9 Pro 的拉斯文工藝 以及表面的反光塗層,整體感覺都比較精緻 以及設置上 Pro 都比較精緻 例如在跌軟肩同心圓的拉斯文設計 標準版的 Mate 9 缺少 以及早前提及Mate 9 Pro 的正面和背面有適量的弧度 上手感覺是最薄的手機之日,但同時順滑,不線手 所以價錢上的分別絕對有反映在外觀和設計方面 但當然比拼不僅是外觀,配置方面 Mate 9 Pro 則是香港版 支援雙卡雙待,但 128GB 內存不支援 MicroSD Card 相反,64GB 的 Mate 9 是英國版 沒有支援雙卡雙待,但支援 MicroSD Card 據了解,亞洲版包括香港都支援雙卡雙待或 MicroSD 三選二的配置 紅礫線發射器一樣有配備,但 Mate 9 的 3.5mm headphone 插頭 放在機身頂側 Pro 放在底端,亦導致喇叭開孔沒有做對稱的設計 底側一樣配備了新標準 USB Type-C 插口 指紋順便器是另一個明顯的分別 剛才提及Mate 9 放在機背,Pro 搬在正面 設計哪一個比較方便便視乎個人偏好,但速度絕對一致 所以設計和工藝方面,兩部機最大的分別就是設計和質感 但配置的質素則一致 好,相機一大重點,到底有沒有分別呢? 規格一致,一樣配備了與 Leica 合作研發的雙鏡頭模組 一樣支援雷射對焦和光學防守陣 功能亦完全一樣,所以不再多說,有興趣歡迎看深入評測 在實拍方面的效果一樣沒有太大分別,但有分別 在色調和極至微細細節上的處理,很仔細看是有分別的 這張Mate 9 的暗處細節有比較好的處理 牆上的細節有超斑的還原 這張Mate 9 Pro 的對比度,那些暗處處理比較暗 同時光處的地方,Mate 9 有比較好的處理,但清晰度一致 這張Mate 9 非常接近,色調和細節都一致 但高對比控制,這次Pro 反而拍到後面光處的景物 所以在光源充足的場景,兩者的表現都是微乎其微 低光表現都有微細的分別 這次Mate 9 的對比度比較高,色調偏綠一點,但細節都一樣 這次Mate 9 的白平衡輕微偏綠一點,但整體成像效果沒有太大分別 可以下定論是Mate 9 和Mate 9 Pro 的相機沒有太明顯的分別 同樣是目前最頂級的表現 最頂級的原因之一是雙鏡頭可以做到 iPhone 7 Plus 的景深效果 但用上標準的焦段 這段時間給過不少朋友看,所有都同意Mate 9 拍出來的相片,色調很獨特 不像一般手機的效果,就是 Leica 帶來非一般的色調 開啟了 Smooth Color 的拍攝模式後,Mate 9 的效果非常出眾 細節就不再多說,反而是很獨特的色調 感覺很立體,飽和度高,有似單反的效果 是我目前見過拍攝效果,整體感覺 最像真相機的手機 至於功能和效能方面,系統一致,原生就是 Android 7.0 系統 操作邏輯都一模一樣,但細節上都有一定的分別 Mate 9 擺在機背的指紋掃描器就有類似 P9 的手勢操作 向上或向下拉,就可以拉下來或縮上 Notification Panel 向左或向右掃,就可以在家裡,向左或向後切換相片 而用了 AMOLED 螢幕的 Mate 9 Pro 就有 Always On Display 操作速度方面,Mate 9 的確是 4GB RAM 和 64GB ROM 的版本 Pro 有 6GB RAM 和 128GB ROM 但很肯定地說,其實 4GB RAM 日常操作已經非常足夠 大家其實都可以看到,一般開啟程式的速度兩部機完全一致 但根據統一開啟程式的速度測試,Mate 9 Pro 有少許優勢 主要觀察到開啟程式的大型 Apps 和 Games 速度稍微快一點 但 Mate 9 也是目前買到最快的 Android 手機之一 第二回合,打開剛才第一回合已經開啟程式的 Apps 4GB RAM 的 Mate 9 一樣有頂級流暢度 在 Apps 和 Apps 之間的切換,絕對比 V20 或 Pixel 靈敏度高很多 但與 Mate 9 Pro 相比, Mate 9 Pro 有類似 iPhone 的體驗 感覺流暢少許,但非常接近 日常使用,大家不會看到分別 反而在玩遊戲時,會比較推薦 5.9 吋大屏 1080p 的 Mate 9 大屏 1080p 的 Mate 9 本身玩遊戲爽度高一點 對於經常玩遊戲的重度用戶來說,流暢度更重要 Perfect Angle 是我見過對效能要求最高的遊戲之一 1080p 的 Mate 9 是完美流暢體驗 大家記住現在的畫面 用同一粒處理系統 GPU 的 Mate 9 Pro 但推2K 螢幕有吃力 調格很明顯,體驗有一段距離 但其他大型遊戲就完美流暢體驗,所以不需要過分擔心 但如果玩遊戲是你的最大用途的話,5.9 吋本身是更吸引的選擇 多多媒體應用 Mate 9 的 IPS 螢幕和 Mate 9 Pro 的 AMOLED 螢幕各有優勢 AMOLED 全黑黑色,超廣闊的開視角度,QHD 2K 更細緻顯示 以及AMOLED 螢幕的超級鮮艷顏色的確吸引 但 Mate 9 的 IPS 螢幕也是頂級,同樣非常鮮艷顏色 但輕微比較柔和自然一點,以及有 5.9 吋超大螢幕的效果 可惜的是背光燈 LCD 技術,流光無法避免 以及 1080p 在 5.9 吋螢幕上,不是最清晰的效果 很近距離看的話,火烈感也能夠見到一點 喇叭外放方面,一樣配備了類似 iPhone 7 和 HTC 10 的雙喇叭設計 但 Mate 9 Pro 的重低音和中音比較缺乏 感覺不夠 Mate 9 的飽滿 稍後大家就聽到分別 耳機音質輸出有一致的水準 所以更鮮艷顏色,更細膩的顯示 還是超大螢幕更順暢的遊戲體驗更重要呢? 最後電池續航力測試,同樣是 4000mAh 電池 Made 9 用了 1080p IPS 螢幕 Pro 用了更省電的 AMOLED 螢幕,但以 QHD 解像度 按照統一的電池續航力測試,用最高螢幕亮度播放 4 個小時 Flash Android YouTube 頻道 Made 9 Pro 的表現都是更勝一籌 而 Mate 9 就是 IPS 螢幕手機最好的表現 而今次開始就有更全面的電池續航力測試 就是一半的螢幕亮度,先播一個小時的 YouTube 片 接著就一路看 Facebook 另一個小時 還有最後打遊戲,現在喜歡玩的 Clash Royale 另一個小時 一共就是三小時,無論是 Mate 9 還是 Mate 9 Pro 都剩下超過 60% 電池 非常誇張的續航力 之後每次評測都會用這個新版本的續航力測試 大家就可以直接比較一下不同手機的表現 最後結論,設計和工藝 Mate 9 Pro 是另一個層次 但硬件的配置,實際操作和效能沒有明顯分別 打遊戲的話,超大螢幕 1080p 的 Mate 9 會更加驚艷 但功能的差別亦只是在細節上 而相機同樣是目前最頂級的表現 而且一定要說是效果很獨特,其他手機沒辦法達到有 Leica 的味道 屏幕就不需要多說 AMOLED 的 2K 螢幕 Pro 的確是比較吸引 但 5.9 吋的 Mate 9 看片或玩遊戲是另一種感覺 電池續航力 Mate 9 Pro 有 AMOLED 螢幕都是稍微佔優 但不要忘記 Mate 9 支持 Micro SD 插卡 所以各有優勢 看來價錢上的分別,最大犧牲就是設計 今天 Mate 9 Vs Mate 9 Pro 的生物比拼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,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有更多手機評測,下次再見